哈喽大家好我是在青麦生活的小文马克 今天呢我带大家一块来到的就是青麦非常著名的一个商圈 叫做湾宁曼 这个地方呢就是在青麦的那个玛雅商场的旁边 然后今天在这个湾宁曼里边 他会举办一个一年一度非常非常著名的青麦的节日 叫做烤火节 就是因为马上青麦的冬天已经来了 然后就是天气稍微有一点冷 所以呢他们就会举办这样一个烤火节 为了给大家驱走那个冬日的寒冷带来一些温暖 这个是我自己的解读 然后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先开他的门口 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2023的这样的一个灯光的一个拱门了 你看是不是那个跨年的气氛一下就起来了 你看 我去年就是在这个地方跨的年他在这儿弄了一个特别盛大的那种烟花表演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来青麦的话有几个地方你可以选择 比如像是去周末夜市啊 他就是比较接地气那一种 但是呢这个湾宁曼的他的集市一般都是比较有质感的或者是那种小众的年轻人的潮流的聚集地 我现在已经进来了 因为这个是考虎节的开始的差不多第三天嘛 再加上今天是泰国的假日 所以今天来这儿的打卡的人就很多 我真的蛮喜欢他们平时做的一些活动的 因为在去年跨年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大的塔呢 它就是Vending Man的一个比较标志性的建筑 跨年的时候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灯光秀 不是灯光秀是一个烟花秀 超级超级酷 就是它会把那个烟花全部都装到这个塔上边 然后倒计时的那个时候 整个塔就会蹦蹦蹦蹦像烟花四炸 真的很酷了 然后我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今年的考虎节到底都有什么样的项目 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吧 我就带你们看一下啊 先带你们看一下吃的 我现在真的觉得好饿呀 走起来 走起来 这个面包它是中间加了一些草莓 感觉很好吃啊 这边是甜甜圈 哦 你们最爱的泰国的生烟 爹地卡 这边是生烟的扇贝 然后这个有没有人想吃 生烟的酸鸣鱼 这个是生烟的 生烟虾 生烟蟹 都可以啊 什么时候你带来看 来一碟 来一碟 一碟 120泰铢一份 然后一份的话 嗯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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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还需要再深造一下 你看到没有 就是 他们泰国年轻人 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种节日 一到过节的时候 那个集市上面的人都非常的满 这个就是 把蔬菜和一些 一些棒啊 鸡蛋啊 卷到这个面糊里边嘛 哦 像是那种热狗的感觉 他除了有很多这种好吃的之外呢 烤火节最 著名的一个 像什么 烤火节最有仪式感的一个活动 就是大家一块拿着那个棉花糖 在他们那个设置的烤炉上面去 烤那个棉花糖吃 我待会带你们去看一下 烤鱼蛋 鱿鱼蛋 这很好吃 他直接蘸上他们泰式的这个酱料 酸酸甜甜的就会 比较好吃 泰国的这种烤串 这个是 香肠 还有一些鱼丸 牛肉丸之类的 基本上的话 如果你要是没吃饭来这个地方 差不多有个十五二十块钱就能吃饱了 但是主要是来这吃一个七粉 我觉得 咱们来一个这个 小饮料喝吧 好不好 各种不同的形状的这种杯子 你看 这个小熊的 然后这个是什么 姜饼仁的 再去把他们调配的这些 饮品装到这个杯子里边 就会觉得特别的可爱 每一个人都会拿一个 明天小朋友都会比较喜欢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科技与很活啊 到底卡 很超级的卡 89 89吧 59 89吧 89 OK 考证一下 89泰铢 圣诞节了 我们来个姜美人吧 这个吧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挺可爱的 89泰铢 咖啡 可以是几种 是不同的 是可以一二三种 哦 他是可以这样的拼装的 就是不光是只有一个 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 今天好火节的酱饼仁 是不是很可爱 我给你们尝一下是什么味儿的啊 我给你们尝一下是什么味儿的啊 我觉得这个味道有点熟悉 我真的觉得有点熟悉 就它跟那个雪碧的味道 有一点相像 但是又不是雪碧 很像是咱们 就是小的时候 你知道吃的那个 一毛钱一袋冰的那个叫什么 雪莲 雪莲的那个冰的味道 你知道吗 就是儿时雪莲 冰棒的那个味道 嗯 没想到竟然在青麦找到了我 二十五年之前的味道 你们有人喝过雪莲吗 我想问一下 嗯 那你们去看一下那边 好像是有演出 走 那这边有现场的那个 乐队的演出 我看着你一天就不成 看到吗 大家都是拿着东西在这吃 然后一边听着乐队一边吃 真的很爽 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仪式感的一个项目就是 烤棉花糖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就在这边 哇 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 我感觉是需要排队的 看到了吗 他把这个地方架起了这样的一个 像什么小小架子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就是 一个烤炉 所有人都把那个棉花糖放到上边开始烤 下雪了 可以可以 这个 可以说是 套棚的仪式感 青梦亚人的仪式感 这个非常非常弱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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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这么有感觉 这感觉不是在泰国 这感觉是在 韩国的冬天 有没有 特别浪漫 你们有吃过烤的棉花糖吗 我们看看多少钱 不认识 但不管是什么年纪的人 他们都会来参与一下 我觉得 这个是青梦的浪漫所在 是 二十五泰铢 一根 然后四根是一百泰铢 我们先来一根 好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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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不很闲了 这个就是我的棉花糖 好凉 来吧那咱们啥也不说了 咱们就开始烤棉花糖 啊这个真的太浪漫了 你看那个雪 来啦我们来烤一下啊 怎么样 我感觉是一群人在这个地方在烤馒头 如果你要是不知道的话 真的以为他们一直都是在烤馒头呢 我还真的是没吃过这种烤的棉花糖 我只知道棉花糖可以做成牛扎糖 但是我还真的没有感受过烤棉花糖是什么味道 而且每个人都很开心啊 你看所有人的那个表情 由于不知不觉就融入了那个气氛 看我的棉花糖已经开始有点上色了 还是觉得像是烤馒头 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快被烤化了 就是手要拿着它 然后离那个火特别特别近 那已经变得超大了 我觉得差不多这样就OK了 我觉得可以吃了 我给你们来尝一下 这烤棉花糖 到底是怎么样的味道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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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意味得很好吃啊 那个棉花糖外边 像是那种脆皮一样的 它已经被烤脆了 然后里边呢是那种 奶油的味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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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到我嘴上都是 嗯 完了完了完了 他沾到我满嘴都是 啊哈哈哈哈 看我的嘴 你看都在我的嘴上面 啊 啊 买快喝一口水 我今天还是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体验 不断节的前后 可以来这个 清脉 来感受一下 好火节 到底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要是觉得 我的内容还不错的话 感谢你为我一键三连 就将对我做视频 有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和帮助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